大家好,朱春奧 投行摩根大通發表報告 指今年澳門國慶黃金州博彩收入略低預期 摩根大通分析師說 澳門今個月頭9日的賭收總共有17億 即每日平均1億9千萬 相對於9月平均每日有9900萬 一個雙倍的 不過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而12日至7日期間 澳門有18萬2千多名旅客入境 同期酒店的平均入住率有66.7% 不過不失 賭收好過9月 分析師說 今年10月黃金州 平均每日的賭收 仍然只是疫情前黃金州表現的15-20% 當時很誇張 一日的賭收有超過10億 真是好瘋 摩根大通分析師說 按細分市場來看 估計中場賭收已經恢復到疫情前黃金州水平的三成到三成半 不過貴賓廳仍然處於中過位數的恢復水平 即只有幾個百分析 應該都沒有了 因為貴賓廳都接近了 哪還有土豪下來呢? 他說 雖然是這樣 不過今年的黃金州仍然算收貨 因為還未有旅行團和電子簽註的情況下 都這樣算是這樣的 分析師說 即使是內地 旅遊活動還未正常化 中國國內的旅遊收入同比下降了兩成六 只是疫情前水平的四成四左右 與澳門的收入相差不遠 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 而隨著簽證限制放鬆 他們預計會有更多遊客 在今月底下個月初跟團來 預計中場的博彩需求相當大 因為壓抑了很久 他們估計在12月 造場的賭收會上升至疫情前水平的四成至五成 摩根大通維持他們的估計 在2024年澳門的博彩市場實現全面復甦之前 澳門的賭收和博彩的盈利能力 在明年會繼續獲得改善 我們當然這樣看 不過最怕疫情一來馬上封 一年爆幾單 一年封幾次 什麼賭收都沒有了 好 這一集就看到律師園 大家想支持我的數片 未截圖二維碼 多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 拜拜